扁家弊案明天就要一审宣判 陈水扁办公室特别选在今天重新发行 当年让陈水扁涉及诽谤罪而入狱的蓬莱岛杂志 陈水扁也以荣誉社长的名义发表阿扁杂技 而民进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全力声援陈水扁的司法人权 要求法院在一审判决之后立即释放陈水扁 以我心自有为题 陈水扁在重新复刊的蓬莱岛杂志上 以荣誉社长的名义发表了一整版的发刊词 表示自己当年因为蓬莱岛案入狱没多久 民进党就诞生 如今再度失去自由困在牢里写专栏 是民主倒退的历史反凤 社长陈其迈表示 选在一审宣判前复刊 纯属巧合 但也大声为别案抱不平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介入法律 办律不办难 甚至是选择性的一个执法 1986年蓬莱岛杂志指控当时国民党立委冯布祥 论文涉及抄袭 让担任社长陈水扁被控毁谤 坐牢八个月 此后蓬莱岛事件变成了陈水扁重要的政治资本 如今选择以网络报的形式复刊 编辑群表示 要集结反对的力量 让蓬莱岛杂志成为台湾社会沟通的管道 我认为这杂志设计是一个组织 是一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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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平台 复刊后的蓬莱岛杂志 主笔群包括了金恒伟 和陈水扁的恩师李鸿禧 扁案一审宣判在即 这份杂志选择在这个时候复刊 是否带有将扁案 形述为政治迫害的意味 也令各界相当好奇 记者苏联王威雄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感谢观看